赶紧 义 楚河 皇叔 回来了 我还没有看到那座城 让道 还跟当年一样 是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只不过现在小马长大了 我看没人再能控得住他了 侯爷 有群人在靠近 有多少人 听起来 像是又有几百人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还有多远 不到毅力 全军戒备 准备迎敌 戒备 走 走 走 侯爷 叶姑娘真是虎腹无犬女啊 一直听闻你身体缠辱 九战都很吃力 没想到你这策马狂奔之时 气势一点也不输你父亲 侯爷过狱了 此次我擅自离开天启 也请侯爷见谅 无碍 你和楚河是从小长大的好友 我相信你 那侯爷的意思是 不相信我的父亲吗 你们叶子营号称虎狼之师 你父亲更是虎狼之手 只可惜我们可以共谋天下 但不能全言信之 我们应该是来找同一个人的 你父亲和我约定 看一年之后 谁能抢到你 侯爷还惦记着抢人之势呢 雪月城这位姑娘 貌似应该是经历过一场大战 怎么 你们遇到敌人了 区区落成兵 算不上什么敌人 有点傲气 你们也算是为她抵挡了一波敌人 我们从天启赶来 倒是半点事都没做 没资格和你们抢 想必叶姑娘也想明白了吧 是 我明白 我们谁都抢不走她 因为她不会听我们的 但我们可以支持她 就像现在的 我们追逐在她的马后 走吧 我们回天启 小姐 我们也要去吗 跟到天启城下 你们再回去 是 叶姐姐 那个蓝月侯信不过吗 有事 就看她 下一位 这是 那油 是 那油 我 你 把不想要 把你去 表面 这个 跑出来 你可别把我给打死了 无双城 白王爷出手了 的确是出手了 不过他们的意图 应该也只是阻拦 并没有想要追杀的意思 大家都到了 唐莲也应该出发了吧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担心谁也不必担心他 有了他 事情便能安然地解决 我们只要回天启 等着他便是了 天罗师姐说得非常有道理 雪月城大师兄 那可靠程度天下皆知 咱们天启城再见吧 你还剩两杯酒了 可你们 也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看你 会让你 飞机